它就是比較特殊的那根三角形的木頭 它是一顆四板 看起來很一般的茶頭 經過的開水 才知道它的外形合作用 對列宿建材很有興趣的賓獎 在廣州另外的段階下 它了解的這棟日本建材的過期和現在 它總共有五個河室 還有一個洋室 還有管理人的空間等等的 這些附屬建築物 那以目前來講 它是我們所看到 大概規模最大的一個 地方層級的招待所 今天我們在它的修繕的過程中 我們一起來看看 它的這個解體以後 修繕過程中 能夠看到的一些營建的痕跡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就是因為用翠閣有它的列宿意義 所以管府在今年立委 開始收好的工廳 但是風雨的時間影響到建築的環境 要精修並不這麼簡單 我們盡可能不落架 不大落架 不大拆解 盡可能保持舊料 舊的營建痕跡的情況下 我們去修這棟房子 修古機大家要有一點耐心 蓋新房子可以按圖施工 按表操客 可是修舊房子 倒不要為了要趕時間 反而修壞了 所以這點我們也期望 讓大家來給我們一點點時間 來臉的結構越完整 材料的改變越少 立書的價值就保留越多 對那在今年的過程用心以外 未來的使用整個月也很重要 這棟房子在未來的這個 再利用活化的過程中 我們要適度的加上一些這個 公共服務的機能 譬如說 簡易的這種所謂的飲茶餐飲 的服務 以及它的文化的機能 譬如這個公民會館 譬如生活美學館 為教台所到處下 雍翠閣在時代的變成之下 有了不一樣的運用方式 每年進修完工以後 將會身為另外一個 後悔列宿的代表 記者 林依林 蔡航報道